第801章回来就好,这辈子,能碰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所以,对你沉默的一切,我都要不惜一切地去完成。这十多年来,真的很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我知道你可能还很难接受我这人类的身体,无论你如何决定,我都毫无怨言,我只希望,以后能够经常见到你,我就满足了。 说实话,我的前身,对得起孔雀妖族了。在没有黄者的情况下,能够撑起家里程,我几乎无时无刻都处于紧张之中。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因为我的离开,让你难过了。现在,我回来了,截然一身,人类这身体也挺好的,至少没有了身份的牵绊。可以让我全心全意地去爱你,再也不用为俗事干扰。 洛青竹抬头看着他,红唇轻轻地颤抖着,回,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说到这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骤然扑入萧和怀中,放声大哭起来。 苏秦房中,美公子向母亲讲述着这次祖庭之行的种种经历,听得苏秦可以说是心惊肉跳。 不时还将目光落在唐三身上,在前往树职之前,美公子是没有告诉母亲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艰难险阻的。 现在苏秦才知道,这树职竟会是如此的惊心动魄。 而他们却就是这么完成了,现在的美公子,更是已经达到了大妖王级别的层次。 唐三爷已经突破成神,妈妈,你别担心,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都回来了,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接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只是咱们去居地那边,说到这里,美公子的眼圈再次红了。 每当他想起那数千名死难同胞的时候,内心就充满了痛苦。 租秦给了女儿一个拥抱,叹息一声,道,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人类崛起的希望。 一个弱小的种族想要崛起,又怎么可能没有牺牲呢? 那些选择留下来的,都是心甘情愿的。 他们的后代,都已经被送到了海外,并且获得了更多的资源。 现在,我们的海外移民已经超过了50万,在海族的支持下,他们安居乐业,再也不用受到压迫。 你们今后要做的,不是为了牺牲而难过,而是要以他们的牺牲精神作为动力,更多的带领着我们的同胞活得更好。 说到这里,他将目光看向唐三,道,小唐,你有什么想法吗? 唐三微微汗手,道,现在我们人类最为缺乏的其实有两点,一个就是天赋,我们需要拥有自己能够提升的天赋,而不能只是依赖于妖神变。 妖神变还是会受到妖怪族和精怪族的制约,会出现血脉纯度不够,提升困难的情况。 想要进阶道更强境界十分困难,还有就是凝聚力,现在被运送到海外的同胞都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现在他们只是为了活着而努力。 一旦生活安稳下来,那么,如何让他们拥有更强的凝聚力,从而让他们真正的发展起来,而不只是为了温饱求生,也是非常重要的。 苏秦道,那你打算怎么做?唐三双眼微眯,道,接下来我就要到海外去一段时间,一个是寻找为人类开启天赋的办法。 另一个就是建立属于我们人类自己的国度,唯有以国家的方式存在,人类才能真正具有属于自己的凝聚力和秩序,才能逐渐变得强大。 建国,苏秦低声惊呼,眼中充满了震撼,但他的眼神也瞬间就变得明亮起来。 曾几何时,建国这两个字对于人类是何等的遥远,建立一个属于人类自己的国家,却又是多少代人类内心最为稀奇的。 而现在,唐三竟然说出建国二字,怎能不让苏秦情绪激动呢?会不会太操之过急了? 苏秦强忍着内心的激动问道,唐三道,建国之前当然还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也要看看我们现在同胞的状态,同时进行一定的整合。 移民也要继续进行,想要建立一个国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但我应该有些办法的,建国就在海上,这样,远离陆地,也不在妖精大陆的掌控范围之中,又有海族守护,只要消息完全隔绝, 组庭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就不会影响到我们。 租秦点了点头,道,在海上建国安全性大得多。 我们还是要陆续运送更多的同胞到海外去。 唐三道,是的,这次回来之后,小美已经是正式的家里成城主了。 我们暗中着手,开始从各处聚集同胞民众,继续我们的海外移民。 什么时候我们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同胞都移居到了海外,小美再能成就皇者。 那么,我们就具备出库守护族人的资格了。 租秦促眉道,成皇没有那么容易吧,成皇的考核好像是非常艰难的。 主要是,小美有人类血脉,这次你们都如此困难,天狐大妖皇那些家伙能让他顺利成皇。 唐三微微一笑,道,等小美能够成皇的时候,就不是他们能够阻止的了。 这和之前树职不同,那时候,我也有足够守护他的能力。 在他成皇的时候,也是我们要正式向妖怪族、金怪族宣布,我们人类彻底站起来的时候了。 定要让他们投鼠忌器,不敢如何。 租秦看着唐三眼神中的自信,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这次唐三能够陪伴美公子树职成功,自己也成就神级。 给他的感觉就像是大鹏展翅恨天低,带有鹏城万里一起风发的感觉。 整个人的气场都变得不一样了,能人所不能,能够让祖庭所有皇者成为他杜劫的陪衬,这个年轻人,真的是非同反响啊。 无论你们怎么做,我都全力支持。 租秦微笑着说道,美公子突然道,妈妈,还有两件事要跟你说。 租秦扭头看向他,道,说拜,美公子看了一眼唐三,然后才轻声道,外公很想你。 听了这句话,租秦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眼圈再次红了起来,拧着红唇,我,我没脸回去见他老人家,说到这里,他的眼泪一下就再次落了下来。 不是的,妈妈,外公让我告诉你,一切都过去了,他只是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 他老了,他想你回去,当下,他将白虎大腰黄当时的状态和所说的话都讲述了一遍。 听了美公子的话,租秦早已是气不成声,连连点头,回去,我马上就准备启程回去。 看着母亲答应了,美公子握住妈妈的手,柔声道,您再陪我几天再走吧,我都这么久没见您了,我也想你啊。 看着他们母女二人相拥而气的样子,唐三轻轻地咳嗽一声,道,其实,咱们有传送阵,想见面没那么难,几分钟应该就能传送过去了。 随时都可以见面的,美公子愣了愣,是啊,虽然是分别,但有超远距离传送正在,距离根本不是问题,想要回白虎宫,那是随时都能回去的才对。 唐三提醒他道,说另一件事吧,第802章永不原谅,美公子看看他,再看看正味眼朦朦看着自己的母亲,有些犹豫。 怎么了小美,租秦看他的表情,顿时心中有些紧张。 美公子道,妈妈,我,我见到金凤大妖黄了。 听他这么一说,苏秦顿时脸色一变,他要干什么? 你,你都知道了。 唐三在一旁说道,小美数值之后,我就都告诉他了。 总要让他知道的,数值之所以能够顺利,金凤大妖黄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他不但自己支持了小美,还说服了不死大妖黄。 正是有了他们的支持,小美在第二关的时候才能顺利过关。 租秦沉默不语,没有开口。 唐三继续说道,后来,在小美被留在祖庭研修的时候,金凤大妖黄与不死大妖黄一起找上门来。 租秦咒人一惊,下意识地看向唐三。 唐三道,从她的情绪上我能看得出,她对小美是非常非常在意的,也特别想要补偿。 后来,她就提出,希望让小美能够重新觉醒凤凰雪脉。 当时白狐冕夏也在,白狐冕夏提出,未来等小美皇者数值的时候,哪怕还拥有人类雪脉,他们也要无条件支持。 在他们答应之后,就选择了让他们为小美觉醒凤凰雪脉。 这对小美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也没有询问您就答应了。 但觉醒的并不是金凤大妖黄的雪脉,而是由不死大妖黄亲自出手,将不死火凤雪脉本源注入到小媒体内,让她从而觉醒了不死火凤雪脉,拥有了涅槃重生的天赋能力。 这对她未来的安全会有很大的好处,朱琴显得有些呆滞,并没有开口,妈妈,对不起,我,美公子有些忐忑地说道。 朱琴摇摇头,道,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我再怎么恨她,只要对你好的,我也不会不答应的。 你们做得没错,她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再怎么不好,也是当初对我的不好。 她并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有了你,你也不用恨她,妈妈,您,您,美公子想要问什么,却没有问出口。 唐三道,看得出,金凤大妖黄很后悔当初的事情。 她不会替金凤大妖黄去辩解什么,只是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说出来。 毕竟,那是美公子这一世的亲生父亲,朱琴摇摇头,道,我们之间的是你们就别管了。 我会处理的,朱琴摇,她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如果你想要认她,妈妈也不反对。 我也相信,她会对你好的,多一个人爱你,妈妈只会高兴,但也请你理解妈妈的心情,我永远都没办法原谅她的。 所以,和她之间,我们以后只是陌路,有你在,我甚至可以放下对她的恨意,但要说别的,不可能了。 她的语气很平淡,但在平淡中,却又充满了坚决的味道。 她曾经受过的苦难实在是太多,太多,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只能独自面对,如果不是遇到了孔雀大妖王,她早就已经一尸两命。 对于当初林希默的舍弃,她内心怎能不恨。 对于林希默来说,为了种族而成就皇者没什么错。 但是,为了种族却抛弃了她,让她在怀孕之后,不得不偷跑离开,以免被自己父亲发现,才造成悲剧险些出现的过程,她却是终身难忘。 美公子轻轻地抱着母亲,她没有劝说什么,她跟金凤大妖黄也没有什么感情。 只要妈妈开心,别难过,她就满足了。 祖琴摸了摸她的俏脸,柔声道,你们今后不能再冒险,我是救赎组织的圣女,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帮助人类真的被救赎。 但我也同样是一个母亲,作为母亲来说,我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喜乐就足够了。 还有你,小唐,你也是一样的,谢谢阿姨,唐三轻轻地点了点头,道,您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小美。 从今以后,我不会随便离开她身边,会一直守护着她的。 祖琴道,你们准备公开关系吗?听她这么一问,美公子顿时红了俏脸,我们,我们公开什么关系啊? 唐三却是摇摇头,道,小美才刚刚成为正式的家里城城主,还不适合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 更何况,修罗已死,现在我的存在祖庭是不知道的。 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现在就是小美帝贴身侍卫,这就足够了。 等什么时候她成皇了,我们到时候再说。 祖琴道,具体的你们来决定,你们回来了,也必然要开始盲目起来了。 唐三道,您准备什么时候去见白虎大妖皇,告诉我就行,我带您传送过去。 祖琴深吸口气,道,我陪小美三天,然后就去吧。 我不想让她老人家再久等了,你们有空的时候,就来看看我们。 好,美公子回归家里城的消息,第一时间被孔雀妖族放了出去。 祖职成功,正是担任家里城城主,孔雀妖族组长。 从这一刻开始,她已经真正成为了妖精大陆上的大人物。 祖城城主之一,不过,对于祖庭来说,最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祖城之争,不再是家里城。 而是在所有祖城之中,最为重要的一座,也是最为临近祖庭的一座。 水晶城,曾经水晶大妖皇执掌的所在,水晶大妖皇没有后代,但他乃是一代龙主。 所以,水晶城一直都是龙族的天下,现在水晶大妖皇陨落,龙族之中,就只剩下了暗魔大妖皇这位暗黑魔龙。 而他在众位大妖皇之中排名又较为靠后,也有着自己的暗黑城在,自然不可能去执掌水晶城。 那么,这座富饶无比,又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主城归属,就要成为祖庭之中最被各方关注的问题了。 不只是天与帝国这边波涛汹涌,就连日臣帝国那边,也有想要插一手的意思。 毕竟,伴随着水晶大妖皇的陨落,两大帝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被大幅度地拉近了。 祖庭之中,按天湖大妖皇的意思,这件事要先行搁置,他也在修补天湖圣山。 但暗中的争夺已经展开,究竟是谁来入住水晶城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 这么重要的核心主城,必然是要有皇者入住的。 目前没有主城的皇者只有两位,一个是金凤大妖皇,另一个是剑圣大妖皇。 但以他们的排名,显然都不足以镇住水晶城。 除了天湖大妖皇之外,最强的大妖皇就是不死大妖皇了。 虽然龙族与凤族之间关系还好,甚至有龙凤城祥的配合。 但这两大强族之间的对抗也同样存在。 所以,龙族虽然只有一位皇者,但龙族整体实力还在。 按摩大妖皇准备就任龙主,龙族也要誓死守住水晶城,不愿放弃。 水晶大妖皇毕竟作为皇者多年,龙族也一直以天与帝国第一种族自居。 强大的大妖皇不在少数,就算是祖庭想要拿回水晶城的掌控权, 也必须要考虑龙族的态度,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僵持住了,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天与帝国至少要保证不能被日臣帝国燃殖水晶城,龙族又要保住水晶城不能被其他种族获得。 凤凰妖族对于水晶城有所觊觎,毕竟,水晶大妖皇一死, 现在天与帝国最强大的势力自然就是凤凰妖族了。 第803章则被苍生,所以,这才是当前祖庭要面对的头等大事,这件事想要稳定下来显然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自然也就没有谁顾得上家里城这偏僻的主城了。 在获取了这些消息之后,唐三和美公子商定,家里城这边,还有王菲继续主持,对外就说他去闭关了。 然后唐三带着他前往海外,去考察目前人类移民的状况。 同时让前往祖庭的苏勤,联系救赎组织,在暗中悄悄地带动人类继续向家里城这边转移,从而不断地通过海外移民,将人类更多地带走。 方式也简单,通过商对购买奴隶的方式,尽可能不被祖庭发掘,而且要分散购买,甚至是到日臣帝国那边购买。 毕竟,一直以来人类奴隶的贩卖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奴隶购买下来并不在第一时间运送回家里城这边,而是分别在邀请大陆各处建立聚居点。 这样的好处是不会引起注意,然后等到数量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唐三在亲自前往,建立大型传送阵,直接通过传送的方式运送回家里城这边,并且立刻出海。 这样,就算是祖庭在怎么监控,也不会知道这些人类去了什么地方。 换了以前,这种大范围的多人传送唐三也没办法。 但伴随着他突破成神,并且将时空倒标链化成为了自己第二本命神器,这就成为了可能。 时空倒标会伴随着唐三的成长而成长,凭借着混沌蓝银黄的存在,唐三的成长速度只会比美公子更加惊人。 救赎组织那边,就请苏勤去协调就好了,唐三则是隐藏在暗处,哪怕是在救赎组织那边都不暴露。 反正美公子,苏勤和张浩轩现在都是救赎组织高层了,尤其是在美公子数职成功,成为了新一代家里城城主之后, 他在救赎组织内部现在已经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最有权势的存在,他的命令救赎组织自然是会非常尊崇的。 现在人类开始海外移民,这些功劳自然也都落在了美公子身上。 真正知道唐三存在的,实际上也就是曾经救赎学院这边的少数人而已。 安排好了这些事物之后,唐三先通过传送将苏勤送到了白虎大酒店,当白虎大妖皇到来, 他们妇女相见的时候,唐三第一时间就传送走了。 毕竟,看着自己未来岳母在他的父亲面前失态还是容易尴尬的。 荧光闪烁,唐三出现在家里城城主居住的巨大房间之中。 美公子一直在房间之中等着他呢,看他回来了赶忙上前,怎么样? 我妈妈和外公见面了吗? 唐三点点头,道,白虎大妖皇来了以后我才离开的,放心吧, 他们是妇女,所有的隔膜都在未曾见面之前,真正见到了,那就不一样了。 我是看着你妈妈冲入你外公怀中才跑回来的。 后面的还是不看了,省得他尴尬,美公子松了口气,雀跃的道,太好了。 这是妈妈最大的心结之谊了,她能与外公言归于好我真的太开心了, 这些年妈妈其实一直都不快乐的,只有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才会高兴一些。 可是,我知道她的心情从来都没有好过,一个是因为对外公的愧疚和思念, 还有就是,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后,才继续道, 我以前一直以为妈妈是因为和父亲关系不好,才会那样的, 所以我也一直对父亲心中有芥蒂。 现在才明白,原来妈妈不是因为父亲,而是因为她。 唐三叹息一声,道,父母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你妈妈对金凤大妖黄的恨意没那么容易解除。 现在她已经去了祖庭,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近了。 如果金凤大妖黄有心,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化解那段恩怨的。 无论怎么说,他们有了你,有了孩子,这段血脉清源的桥梁就在, 希望未来能够化解吧。 美公子轻轻地点了点头,道,反正妈妈怎样我都支持她。 咱们也该出发了吧,去海外,唐三微笑着点了点头,将他拉到自己身前,摟入怀中。 走,带你去看看你老公的世界。 为等美公子反对他的称呼,下一刻,空间已经开始扭曲,光运敲无声息地将他们笼罩在内。 下一刻,美公子已经闻到了大海的气息,当唐三和美公子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在月牙岛的岸边。 如何的海风吹拂而来,带着大海特有的气息,呼吸着大海的味道,唐三只觉得自己全身毛孔都要舒展开来了似的。 这里是他的领域,在大海的范围内修炼,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地方。 同时,他在大海之中也能够发挥自己神之的威能,责备苍生。 有他这个神之在,对于整个大海都将带来神的祝福,会让大海之中所有的生物,也包括生态环境受益。 而所有的海洋生物也将带给他信仰之力。 如果说在祖庭之中,他面对皇者只能逃跑的话,那么,如果是在大海之上,哪怕是皇者前来,他都有一战之力。 因为他是海神,唐三牵着美公子的手,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轻声道,我回来了。 美公子扭头看向他,突然间,他仿佛从唐三身上看到一层光辉在向外释放,那似乎并不是真正的颜色。 但这一瞬,他的身上,就是有光。 下一瞬,整个大海似乎都变得明亮起来了似的,以唐三的身体为中心,原本波涛汹涌的大海,突然变得平静了许多,只有柔和的波澜。 从唐三身上释放出来的光辉,就这样朝着四面八方扩张开去,向外绽放。 在这一瞬,哪怕是天空中的太阳都要为之黯然失色,也正是在这一刻,美公子明白了唐三的世界是什么。 在他身边的这个男人,明明没有变,可却又像是接天连地一般的挺拔起来。 那一望无际,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海,在这一瞬,似乎都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目光所及,时时所感,完全都是他的气息。 海神归来,则被苍生,唐三缓缓闭上双眸,额头上,金色的三叉戟光纹点亮。 巨大的金色光影就在这一瞬从他背后亮起,化为巨大的海神模样,高耸挺立。 天空化为了金色,大海变得澄彻,海神的气息瞬间冲入大海之中,海神的气息开始向远方蔓延开来,所有的海洋生物,只要是感受到这份气息的,都在第一时间将身体调转过来,以头部朝着月牙岛的方向膜拜下来。 海神所在,福泽绵长,唐三左手牵着美公子,右手抬起,灿金色的海神三叉戟落入他的掌中,他的声音平和,但却充满了奇异的气息。 今日,唐三归位,发下红愿,海神降临,则被苍生,愿无尽蓝海,再无瘟疫。 此言一出,他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光纹瞬间绽放出无尽的光彩,手中海神三叉戟骤然冲出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原本就已经变成了金色的天空顿时挥洒出万千道光辉,照入无尽蓝海之中。 大海顿时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一些奇异的变化,第804章天狐的担忧,尽管现在的唐三还不是曾经的神王层次,但度过了九天时地大破灭燕神节之后,他就已经恢复成了真正的神知。 这神知的能力并不能用于战斗,但却可以在属于他自己的领域之中,发挥出难以想象的神威。 宏愿之下,他以一己之力,以自己的神知赐福了整个无尽蓝海。 虽然因为他现在的修为还不能在同一时刻令无边无垠的无尽蓝海都被照耀到这福泽金光,但海神的祝福却会在海水的带动下向整个无尽蓝海扩散传出。 上次到来的时候,因为时间有限,唐三没来得及完成这一步。 但现在,他回来了,他有着充足的时间。 以宏愿赐福无尽蓝海,也以这样的方式,向所有无尽蓝海之中的生物们通告,他们的神降临了。 无尽蓝海,有了自己的守护者,以月牙岛为中心,只要是第一时间感受到福泽金光的海族,都在第一时间钻出海面,朝着唐三的方向顶礼膜拜。 他们此时是如此的激动,他们清晰地感受到那神的光芒降临于自身,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幸福与安全。 无尽蓝海终于有了自己的守护者,无尽蓝海也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运。 无数的信仰之力也都朝着月牙岛的方向奔涌而来,疯狂地向唐三的身体内涌入,壮大着他的神石,让福泽金光能够绽放出更加强烈的光彩。 祖庭,天狐宫中,天狐大妖黄盘西坐在巨大的白色光阵之中。 背后,凝实的九尾天狐宛如实体,九条巨大的长尾摇曳生姿。 一圈圈白色的光运不断从四面八方涌来,涌入到他身下的光阵之中。 自从上次唐三渡劫,消耗了近半气韵之后,他就一直在闭关。 水晶城的事情固然重要,但现在他也顾不上。 没有什么比凝聚气韵更重要的,受到雷劫的冲击,不只是损耗了近半气韵的问题,甚至还令天狐盛山不稳。 祖庭气韵不稳,这才是最大的风险。 他必须要将气韵稳固下来,再重新吸收整个未面的气韵加以补充才行。 这不只是关系到祖庭,更是关系到整个天狐族。 天狐族如果失去了这份气韵,那么,整个种族都将崩溃。 经过了这几个月的努力,总算是让天狐宫下的大阵稳固下来,重新开始吸收气韵注入。 但想要恢复旧关,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 哪怕是天狐大妖皇全力以赴,也至少要百年时间才有可能重新聚集那么庞大的气韵。 水晶大妖皇的陨落,对于妖精两族的气韵也有影响。 原本整个法兰星上所有的皇者几乎都是出现在妖精大陆上,也一直保持着饱和的数量,这就让在其他的区域根本不可能有皇者诞生。 这也是气韵的作用,但水晶大妖皇一死,相当于是将这部分的上限空间空出来一大部分。 如果在这个时候,妖精大陆之外诞生皇者,那也是有可能的。 这也是为什么天狐大妖皇要全力以赴凝聚气韵的重要原因。 他当时没有再继续阻止美公子述职,却又带着白虎大妖皇去灭杀人类聚居地,也是有深意的。 美公子的天赋以他们这些皇者的眼光自然能够看得出,这是未来必然能够成皇的存在。 只要正常修炼、发展、成就皇者是一片坦途、天赋卓绝。 水晶大妖皇陨落,尽快诞生皇者对妖精大陆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其他的皇者可以趁着这段机会提升一定的修为,但空出的位置也必须要填补。 那么,美公子既然最可能,当然是最好由他来填补这个位置,因为速度是最快的。 但就要解决他人类身份的问题,灭杀人类聚居地,让他无有退路。 他踏实实地做妖怪族的皇者,这就是天赋大妖皇出手的意义所在。 此时,正在继续凝聚气韵的天赋大妖皇眉头突然促紧,缓缓睁开了双眸。 因为他清晰地感受到,原本正在向自己不断凝聚的气韵,突然变得淡化了许多。 那一圈圈原本向他的方向归拢的气韵,明显开始变得稀薄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作为当代最强大的皇者之一,由是执掌气韵的皇者, 他清晰地感觉到,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似乎有些东西在减少。 气韵凝聚的速度明显在降低,而且是大幅度地降低。 就像是有什么存在在与他争夺这份气韵似的。 但他有绝对的自信,在气韵这方面,自己应该是当时最强的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天狐大妖黄背后九尾天狐九条长尾同时竖起, 一圈洁白如雪的光环瞬间从他身上扩张开来,朝着思念八方扩散而去。 顿时,这扩散的九条长尾带着无欲伦比的光彩, 光运绽放的同时,更是带给他奇异的气息变化。 在这一刻,他仿佛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原本吸收淡化的气韵顿时重新变得浓郁起来, 但是,这份浓郁只是持续了一小混, 突然之间,那一圈圈白色光运骤然溃散了, 化为丝丝缕缕的白色气流向四周散去。 天狐大妖黄闷哼一声,睁开了双眸,眼中流露出几分惊骇之色。 他刚才已经动用了自己最强大的力量来凝聚气韵了, 可竟然失败了,虽然在一瞬间凝聚来了不少气韵, 可这些气韵却无以为继,并不像以往那样能够源源不绝的凝聚而来。 怎么会这样,自从他成为皇者之后,这是从未发生过的情况啊? 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于天狐族,乃至于祖庭, 这都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说,祖庭凝聚气韵的速度大大的降低了。 天狐大妖黄蒸蒸地坐在原地,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在内心之中迅速地分析着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很快,他就有了断定,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 在这个世界中,能够和他争夺气韵的,唯有未面本身。 上次在强行渡劫的时候, 水晶大妖黄用幸运莲子贿赂未面之主, 意图渡劫重生。 最后失败了,但还给了未面之主大量的气韵。 应该就是那时候,自己被未面之主盯上了。 这是不允许自己再凝聚更多的气韵给妖精两族。 这是要让气韵平衡, 避免妖精大陆之外厄运降临的太多, 从而影响到未面本身。 一定是这样了, 这是未面给自己的警告。 这一发现, 令天狐大妖黄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起来。 他当然知道未面本身对于整个星球是有掌控的, 而作为天狐族族长, 当代天狐大妖黄, 他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抢夺未面的气韵, 为妖怪族和金怪族赐福。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祖庭之中有这么崇高地位的原因。 而现在, 这种情况显然是出现了变化。 如果他失去了给未面凝聚气韵的能力, 那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天狐族将走向灭亡, 这是必然的。 不能持续凝聚大量气韵, 只能维持现有的状况。 他在的时候还好, 一切还能维持, 但未来一旦他陨落了, 那么, 天狐族还能再出黄者吗? 恐怕就很难了, 未面能够阻止自己吸收气韵, 那么, 也就能阻止天狐族再出大妖黄。 而本身没有战斗力的天狐族, 虽然血脉能够掌控幸运, 可在没有黄者又不能为祖庭凝聚气韵的情况下, 被边缘化是必然的。 而天狐族这样的天赋能力, 一旦失去了在祖庭中的地位, 那么就会是双杀的局面, 本身会越来越衰弱, 直到面亡。 第805章海神归位, 讲到这里, 天狐大妖黄背后不禁冒起层层冷汗。 不行, 绝不能这样, 他必须要趁着自己还在, 去和未面抗争才行。 这关系到天狐族的未来, 是绝不可能妥协的。 未面不让自己吸收气韵, 自己也必须要去抢夺这份气韵才行。 来人, 天狐大妖黄沉声喝道, 背后的天狐投影也随之迅速融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很快, 一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恭敬地道, 天主。 天主, 是天狐族内部对于天狐大妖黄的称呼。 天狐大妖黄沉声道, 去请列天大妖黄过来。 就说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他商量, 是, 手下人迅速去了, 天狐大妖黄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如何能够和未面争夺气韵。 千妖将未面对于能力者的上限重新掌控在妖精大陆上才行。 抓住了最多的核心力量, 联合起来, 调动整个组庭, 来与未面抗争。 重新凝聚气韵, 未面之主在强大, 到了皇者这个层面, 也一定程度地能够摆脱未面的掌控了。 如果未面依旧不允许他重新凝聚气韵, 那么, 他恐怕就要发动整个祖庭的最强战力, 横扫星球。 带给妖精大陆之外其他种族已灾难了, 他们的灾难, 厄运的降临, 必定能够空出更多的幸运, 到了那时, 就是自己重新凝聚气韵的时候。 只要让气韵重新凝聚的足够多, 就算是未面之主也拿自己没办法。 无尽蓝海, 月牙岛, 站在岸边的唐三, 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的, 就像是一尊金色的雕塑傲立在那里。 无数的金色光辉涌入无尽蓝海之中, 海面上,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各种海族, 在朝着他的方向膜拜。 海神福泽的扩张已经持续了三天的时间, 唐三身上的金色, 是无数信仰之力聚集而来。 要知道, 无尽蓝海的范围要比妖精大陆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海洋生物的数量虽然因为经常发生海温而受到限制, 但也依旧是一个无比庞大的基数。 以唐三现在的修为, 他的海神负责想要完全覆盖无尽蓝海恐怕需要十年的时间以上。 但这份福泽是会自行扩散开来的, 而他所发下的宏愿更是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大海传遍整个无尽蓝海。 有了他的祝福, 无尽蓝海之中的海洋生物也都将更加健康地成长。 这些信仰之力聚集在唐三身上, 令他的神识也在不断地升华着。 就是这么短短三天的时间, 但是神识这方面, 唐三就已经提升到了十一阶的层次。 信仰之力是最为纯粹的念力能量, 对于神识的滋补有着难以想象的好处。 唐三的神识本源乃是前世神王级别的, 再多的信仰之力他也能够吸收的了。 此时吸收着这庞大的信仰之力, 令他整个人都进入到了一种奇妙的状态之中。 迟时再升华, 再积累, 再压缩, 再储存。 同样他也能够反馈出更多的福泽, 给到无尽蓝海之中。 美公子一直在身边陪伴着他, 虽然他感受不到信仰之力的作用, 但他却能够感觉到自己神识之海中修罗神剑的兴奋雀跃。 就是这短短三天的时间, 修罗神剑明显变得凝实了不少, 以至于带动着美公子的神识也随之成长。 跟上了他修为的成长, 也进入到了大妖王的层次之中。 就是这么站着也能提升, 这着实是让他震撼, 而海面上所有海族都朝着唐三顶礼膜拜的一幕, 更是让他深深的震撼。 目光所及, 甚至都已经看不到海水了, 就可想而知在这片区域有多少海族聚集。 他们都是想要近距离地沐浴在海神的祝福之中啊。 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凝实程度要比美公子的修罗神剑更胜一筹, 这本来就是海神的权柄, 在大海的信仰反馈之下。 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真正的超神器海神三叉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朝着这个位面靠拢。 用不了太长时间, 他就将真正地来到这个位面。 而到了那个时候, 也将是他和美公子能够脱离这里, 返回曾经世界的时候了。 哭, 唐三口中吐出一口肠气, 身上的金色光芒缓缓收敛。 天空中的金色也渐渐散去, 重新露出碧蓝的天空。 天空如洗, 唯有一丝云彩, 无尽蓝海海面之上的所有海洋生物全都朝着唐三深深一拜, 然后才重新钻入大海之中。 与此同时, 一道道身影也随之快速向岸边而来, 在距离唐三海有百米外就停了下来, 齐齐地朝着唐三拜扶而下。 正是来自于各大强族的神级强者, 海龙王、 海巨人中柱王、 美人鱼女王、 海沙王、 海豹王、 海象王、 海龟王、 海豚王等等众多王者, 在这三天时间, 全都赶了过来。 此时此刻, 他们对于唐三海神的身份再无半分怀疑。 他们甚至感觉到, 原本无尽蓝海之上的压制似乎变得松动了, 他们又有了继续向上的可能。 督起来吧, 上岛说话, 唐三收回海神三叉戟, 向众位海王说道, 海王们这才纷纷起身, 各自幻化成人形, 登岛而上, 来到唐三面前, 向他再次恭敬行礼。 海巨人中柱王站在较为靠后的地方, 面露羞残之色, 有些不敢上前。 唐三道, 不久前, 我渡截成功, 神之归位。 未来, 无尽蓝海将在吴海温, 这份祝福将永续存在。 妖精大陆上也发生了一些事, 天狐足为妖精大陆凝聚的气运被我散掉进半, 所以你们之前应该都感觉到了, 厄运减少了, 幸运增加了。 这是未面将那些收回的气运散开到整个法兰星产生的效果。 我已通过自身降临, 赐福无尽蓝海, 将这份气运一定程度地锁定给了无尽蓝海一部分。 让天狐大妖皇无法再将这部分气运夺走。 有了这份气运的加持, 并能让无尽蓝海生灵更好的繁衍生息, 诸位也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但我断定, 天狐大妖皇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重新凝聚气运, 我现在修为还不足以和他抗衡。 所以, 你们要转告各族, 趁着这段时间多加修炼。 海族的整体实力每提升一分, 就能真正地锁定一分气运, 这是未来天狐大妖皇无论如何都夺不走的。 除非, 说到这里, 唐三错了醋眉, 海神大人, 除非什么, 海沙王仗着之前就和唐三关系好, 忍不住问道。 唐三审声道, 杀戮, 除非不惜一切地展开对妖精大陆之外种族的杀戮。 妖精大陆周围都是无尽蓝海, 如果阻停那些皇者不惜一切展开杀戮的话, 那么, 我们海族必定是首当其冲。 听了唐三的话, 海龙王晨声道, 海神大人不用担心, 这方面我们倒是不怕的。 无尽蓝海无边无际, 最深处足有数万米, 就算是皇者, 也不敢深入大海与我们战斗。 这里是我们的领域, 真到了大海上, 他们那些皇者能够发挥出多少实力还很难说。 唐三道, 这件事我来想办法解决。 如果他们真的敢这么做, 说不得, 我们就要在海上涂黄了。 说到这里, 唐三眼中闪过一道冰冷的沙翼。 第806章岛屿连接, 四千多同胞的死难, 在他心中凝聚的愤怒始终未曾宣泄。 如果未来祖庭真的赶到大海之上来, 那么, 他就要给这些皇者一个深刻的教训。 让天狐大妖皇知道, 大海不可侵犯, 现在人类海外聚居地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 一旦祖庭皇者们要对海外发难, 必定是首当其冲。 所以, 对于唐三来说,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将退无可退。 不过, 祖庭想要决定对无尽南海的海洋生物发难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决定的。 完全江户海族, 对于整个妖精大陆来说也同样是灾难。 海族数量无比庞大, 虽然顶端实力不如妖精两族, 但是, 妖精大陆如此庞大, 海江黏沿不知道多少万里, 那些皇者也不可能守得住所有地方。 所以, 究竟是如何来解决气韵问题还很难说。 美公子现在已经是家里城城主了, 祖庭那边真的有什么动静, 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得知。 唐三也需要时间, 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 将修为提升到更强的程度, 那就更加的不怕了。 一切都遵从海神大人吩咐, 海龙王恭敬地向唐三说道, 唐三点了点头, 道, 祖庭不会轻易开启与无尽蓝海的战端, 现在祖庭最强皇者陨落, 天狐大妖皇也不可能一手遮天。 接下来我会在月牙岛停留一段时间, 继续为无尽蓝海祝福, 你们各自返回, 将我刚才的意志传达给族人, 让所有族人抓紧修炼。 还有一些事情要麻烦你们, 海神大人请吩咐, 众位海王同时恭身说道, 唐三道, 我打算在大海之上为人类移民建立国家, 建立国家制度, 以便于人类在海外更好的发展。 但现在众多岛屿较为分散, 人类之间彼此交流也会因此而产生一些问题。 众位都是无尽蓝海中的主宰, 你们可有什么建议? 无尽蓝海之中虽然岛屿众多, 也有一些群岛, 但人类移民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大, 当移民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必须要向更多的岛屿扩张。 人类也就变得更加分散了, 而国家的作用在于统一管理, 太过分散, 如何管理呢? 全都通过传送阵来进行连接也不方便, 毕竟, 没有唐三在的话, 传送还是要付出很多资源的。 一直没有吭声的海巨人中柱王上前两步, 道, 海神大人, 我有个建议, 无尽蓝海之中的岛屿是无法移动的, 因为会影响岛屿的生态环境, 所以, 没办法将岛屿聚集, 但是, 我们却可以想办法让岛屿之间完成连接, 从而形成更加广阔的空间, 岛屿连接, 怎么做? 唐三疑惑地问道, 哪怕是身为海神的他, 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来连接岛屿的, 毕竟, 大海可不是风平浪静的。 海巨人中柱王晨声道, 回禀海神大人, 我族族人在陨落之后, 身躯都将回归大海, 在大海之中化为巨柱, 这样的巨柱, 在我族祖地数量众多, 也被称之为海柱, 在我族的海柱周围, 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植物, 我族称之为海天树, 意思是能够连接天空与大海。 这种海天树甚至能够在海底生长到千米高, 直径也能达到百米。 乃是大海之中最为庞大的植物, 海天树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它所在的地方, 海涛将会变得平静。 哪怕是在暴风与天气, 一定范围内都不会掀起巨浪。 我族可以为海神大人采集海天树, 运送到这边来。 在岛屿与岛屿之间种植, 下方与海天树之称, 上方在与海天树连接, 形成类似于海天树桥梁一般的存在, 从而连通附近岛屿。 甚至可以用海天树建立大量的平台, 化为海上陆地。 必要的时候, 海天树能自行收缩于大海之下, 被大海所掩盖。 从而形成能够浮沉的海上陆地。 听它这么一说, 唐三不禁大感兴趣, 在它曾经的世界, 可没有这么神奇的存在啊。 唐三道, 海天树可有意识, 能否修炼? 海巨人中柱王点了点头, 道, 是有的, 海天树本身就是我们海巨人族的守护神树, 与我们死去后的海柱半生, 相互依赖。 本身就有凝聚大海灵器的作用, 所以, 我族都是在海天树旁边进行修炼, 此后再化为海柱, 反馈海天树。 唐三点了点头, 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要拜会一下这一族了。 还请海巨人中柱王拜为引荐, 海巨人中柱王道, 海天树王性格有些暴躁, 也确实是需要您亲自前往, 才有说服他的可能。 毕竟, 建立海上陆地, 恐怕需要海天树族整体的迁徙才行。 我族也要随之进行迁徙, 唐三点了点头, 道, 迁徙不及, 我先了解一下海天树族的具体情况, 咱们再确定方案。 海巨人中柱王无疑带给了唐三一个全新的思路, 虽然他以前就是海神, 但不同位面的大海也是有所区别的。 至少在这个位面的大海和他之前认知的就有很多不同。 全新的种族带来全新的可能, 人类向海外移民是必须的, 唐三现在不只是要为了目前人类的处境考虑, 还要考虑未来他带着美公子离开法兰星之后的人类应该怎么办。 他既然向本位面的位面之主承诺过成就神王之后就会离开, 那么, 就不能在成就神王之后继续干扰这个位面的一切。 而如果只是皇者的话, 面对那么多妖怪族和金怪族的皇者, 他也是无可奈何的。 所以, 他更多的是要为了人类而布局, 布置好让人类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持续发展、 壮大, 并且最终能够和妖精两族分庭抗礼的基础。 目前来看, 海外移民势必不可少的, 只有到了大海之上, 人类才能有平和发展的机会。 略做思索之后, 唐三道, 我会继续留在月牙岛上一段时间, 继续完成祝福, 中祝王, 麻烦你先回去, 与海天树王简单地说一下我们的想法, 五天后, 我前往你们的聚居地, 具体与他商议。 好的, 中祝王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几天, 唐三就留在月牙岛上, 现在他还来不及去和移民的人类这边交流, 而是持续不断地输出自己的海神之力, 对无尽蓝海进行祝福。 这也相当于是他这个海神在与大海沟通, 完成神之真正的定位。 这非常重要, 扎根于无尽蓝海, 它就能长期地影响到整个大海的发展, 为无尽蓝海凝聚气韵。 人类就生活在无尽蓝海之上的岛屿, 为无尽蓝海凝聚气韵, 让海族更能铭心俱力, 同时也相当于是在为人类凝聚气韵。 反过来, 对唐三来说, 来自于海族的信仰之力反馈, 对他就是最好的帮助。 这也是他未来能够重回神亡层次的基础。 前后用了八天时间, 唐三的海神一直深入大海, 基本完成了神之联通。 未来就是需要时间, 让整个无尽蓝海都能感受到他的意志了。 越是强大的海族, 现在感受就越是清晰。 唐三散发了海神之力后, 整个无尽蓝海都在受到改变, 那是一种奇妙的进化, 进化着一切不好的, 凝聚着一切好的。 仿佛无尽蓝海对于天地治理的吸引都变得容易得多了, 让所有的海族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好处。 第807章海巨人的世界, 当然, 因为无尽蓝海之中海族的数量太过庞大, 虽然是凝聚了气韵, 但海族整体的提升还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五天后, 海巨人中柱王亲自在来月牙岛上等待唐三。 唐三结束了冥想之后, 这才会见了他。 中柱王, 海天树王那边有何说法? 唐三开门见山地问道, 海巨人中柱王陈生道, 我把大概的情况跟他说了。 首先, 海天树王对您非常的敬仰, 他也已经能够感受到您带给整个无尽蓝海的福泽了。 但他多少还是有些犹豫, 毕竟, 整个种族, 而且是他们这样的种族迁徙, 涉及到的东西非常多。 唐三点了点头, 道, 我明白的, 我们不勉强。 这样吧, 我随你去看一下具体情况, 我们也要评估一下, 海天树族以及你们海巨人族, 适不适合迁徙过来。 我觉得适合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单纯的为了帮助人类而伤害到你们两族, 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情况。 海巨人中柱王眼神中尊敬明显更多了几分, 恭敬地再次向唐三行礼, 道, 感谢您的理解。 唐三道, 那我们这就前往吧, 美姐, 你跟我一起去吧。 好, 美公子这几天一直陪伴在唐三身边修炼, 虽然他无法获得信仰之力, 但唐三获得的信仰之力基本都是加持在神识之中, 在他的神识里, 也同样关联着修罗神剑, 所以, 对修罗神剑也是一种酝仰, 连带着美公子的神识在这段时间都提升了不少。 明显要比在白虎宫的时候提升的速度快得多。 到了神级以上, 神识的提升要比身体能量的提升更重要得多。 神识决定的是未来, 是潜能, 就为提升吸收天地灵气就好了, 妖精大陆上最不缺少的就是天地灵气。 但神识提升却要靠感悟, 靠精神的凝聚。 将这种凝聚信仰之力来提升自己神识的, 只有唐三这样拥有神之之位的存在才可以。 所以, 他在整个法兰心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美公子甚至都能感觉到, 如果不是唐三刻意压制着, 他应该都能在短时间内也提升到十一阶呢。 海巨人中驻王引路, 负责指引方向, 唐三以时空之塔带着他和美公子进行远距离定向传送。 左卫远距离定向传送, 就是认准了一个方向, 直接传送出500公里。 然后再定向, 再继续传送, 这无疑是个笨办法, 但因为没有海巨人足具体的坐标, 所以第一次前往也就只能如此了。 海巨人中驻王亲自感受了唐三这强大的传送能力, 也是不禁探为观止。 他自问在大海之中, 自己已经是速度极快地存在了, 但和这种空间传送相比, 却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经过了数十次传送和校准方向之后, 终于来到了海巨人足的主要聚居地附近了。 全停在海面之上, 海巨人中驻王取出一个碧蓝色的大海螺, 放在口中吹了一下。 顿时, 一阵奇异的音波扩散开来, 很快, 海水涌动, 一道道庞大的身影开始从大海之中冒出来。 成年的海巨人足身高至少都超过五十米, 一些强者甚至会超过百米。 他们也因此而得名, 当他们死去化为海柱的时候, 身形会更庞大十倍,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种族。 数百名海巨人从大海之中钻出, 全都朝着海巨人中驻王的方向攻身形里。 中驻王让开一些身形, 露出了身边的唐三, 审声道, 这位乃是当代海神。 前面引路, 回宫, 待见海神大人, 很显然, 海巨人族也已经知道有了唐三这个海神的出现, 同样攻身向他行礼致意。 唐三汗手环礼, 众位海巨人缓缓分开到两侧, 海面之上, 海水向两侧裂开, 竟是露出了一条通往海下的阶梯。 这条阶梯更是有种一眼看不到边际的感觉。 海神大人, 请, 海巨人中驻王向唐三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然后率先向下迈步而去。 这些阶梯都非常巨大, 显然是按照海巨人身形设计的, 所有的阶梯都是海水形成, 蓝色的阶梯一直向下。 唐三牵着美公子的手, 跟随着海巨人中驻王向下而行。 当他们经过海绵之后, 阶梯两侧, 就像是海水形成的墙壁似的。 透过海水, 能看到众多的海洋生物, 那些海巨人族并没有走阶梯, 而是就顺着两侧的海水向下前游, 守护在两侧。 这阶梯显然不是谁都有资格来走的, 看着周围奇异的景色, 美公子不禁目露惊奇之色。 如果不是跟着唐三, 恐怕他这一辈子也见不到如此神奇的景象啊。 渐渐地, 伴随着深入大海, 周围的光线开始变得昏暖起来, 但走在前方的海巨人中驻王身上, 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淡蓝色的光运, 将周围照亮。 深海之中, 海洋生物的数量开始减少, 超过千米深度之后, 就只有一些样子奇特的海洋生物还在了。 一直到1500米左右的深度, 一座海下宫殿才呈现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这居然是一座木制的宫殿, 宫殿连绵起伏, 在海底覆盖了很大的面积。 更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宫殿不远处, 一根根巨大的树木若隐若现。 整个宫殿都被一层淡蓝色的光运所包覆, 非常的奇异。 虽然之前海巨人中驻王已经描述过了, 但当唐三和美公子亲眼看到那海天树的时候, 还是不禁有种震撼的感觉。 因为海底光线不好, 无法辨认出这些海天树究竟有多高, 但隐约也能辨别出, 有不少巨树都要超过千米了。 GT一直将他们送到海底, 来到那巨大的宫殿之前。 海巨人中驻王撑起一层蓝色的光照, 将唐三和美公子笼罩在内, 阻挡住外面的水压。 由于海巨人的身形巨大, 所以, 他们这宫殿的体积也是巨大的。 到了海底之后, 唐三和美公子都需要仰望, 才能看清面前宫殿的巍额。 巨大的宫殿最矮的地方都有百米以上高, 到了这里, 他们就相当于是进入了巨人的国度。 宫殿宫门大开, 门前, 四名身形巨大的海巨人正等在那里, 从他们头顶上的王冠就能看出, 这些显然都是海巨人一族的王者, 每一位身上的气息都是极为强大的。 其中至少有两位都是十一阶的修为, 剩余两位也应该是在十阶巅峰左右。 看到海巨人忠祝王的到来, 他们都微微汗手致意。 海巨人忠祝王让开身行, 向他们介绍道, 这两位分别是海神大人以及妖精大陆上家里城城主。 次名海巨人王看向唐三和美公子, 全部微微躬身, 向他们行礼致意。 唐三带着美公子汉手环礼, 海巨人忠祝王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这才一起走入了宫殿之中。 宫殿内部,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根根巨柱。 这些巨柱支撑着宫殿, 令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浓烈的能量气息。 这里的水元素灵气, 是唐三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所见过的最强的。 很显然, 这宫殿本身的建筑, 也是海巨人族不知道多少代强者智慧与实力的结晶。 第808章六大王者, 海巨人忠祝王以及另外四名海巨人王带着他们一起来到了一座最大的宫殿之中。 请了唐三和美公子上座, 忠祝王陪伴在一侧, 另外四位海巨人王座在下守卫。 海巨人忠祝王沉声道, 去请海天树王前来。 是, 立刻就由海巨人去了。 唐三此时看着这座巨大宫殿, 这座主殿两侧各有24根巨柱, 主殿高度足有接近300米。 要知道, 哪怕是在陆地上, 想要建造这样一座宫殿也是极其困难的。 恐怕也只有祖庭才有这样的能力。 而在大海深处, 那自然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他甚至能够肯定, 在整个无尽南海之中, 也只有海巨人族才有这样的能力。 海龙族都不可能做得到, 这就是底蕴, 海巨人族的底蕴。 这时, 只听海巨人忠祝王说道, 海神大人, 我们海巨人族的宫殿, 已经存在超过3000年了, 是无数祖先的智慧与力量的结晶。 这里记录了我们海巨人族发展的历程, 在非常久远的传说之中, 我们海巨人族是和大海同时期出现的。 那时候的大海, 经常肆虐, 陆地经常受到海洋的冲击, 根本无法生存, 或许是为面之主感念生灵的不义, 赋予了我族定海的能力。 所以, 我们海巨人族也有定海神针的称号, 从那以后, 大海开始变得温和, 不再肆虐。 陆地上的生灵也得以繁衍生息, 而我族因为定海的功绩, 也逐渐诞生出了灵质。 带领着海族, 在大海之中安居乐业不断进化。 每当我族族人死后, 就会化为撑天海柱, 定海于深海海底之中, 继续守护着大海。 也因此而受到万千海族的崇敬, 很多弱小的海族, 也都选择依附于我们。 被我们庇护, 点, 如浏览器禁止访问, 请换其他浏览器试试, 如有异常请邮件反馈。 我族族人之所以遍布无尽蓝海, 也就是为了定海。 唯有海于安定, 海族才能安居乐业, 也能让陆地上的生灵不受大海冲击, 因此, 我们也一直都受到着未面的反馈, 成为无尽蓝海中最强的种族, 始终守护着这里的一切, 也受到海族的朝拜。 如果说无尽蓝海之中, 有谁最有可能进化蜕变到黄者纳的层面, 那么, 在我族出现的可能性一定是最大的。 而那个时候, 无尽蓝海就将真正拥有自己的海皇, 从而让海域更加安稳。 唐三只是默默地听着他的讲述, 看着他眼神之中的怅然, 才淡然问道, 海巨人族历史悠久, 更是为无尽蓝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忠祝王为我讲述这些, 是要说什么呢? 管请直言, 他说这些, 是为了让你离开蓝海。 正在这时, 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下一瞬, 一道巨大的身影已经从外面走了进来。 那是一名老者, 身高足有百米开外的老者, 身材极为的雄壮。 但和海巨人族不同的是, 他的肌肤呈现为深蓝色, 看起来有无数的皱褶, 手中拿着一根闪烁着蓝色光韵, 犹如树叉一般的存在, 大步地走了进来。 这位的气息极为强大, 甚至不逊色于海巨人中筑王之下。 当他走进来的时候, 巨大宫殿的店门也随之徐徐关闭。 整个大店内的气息似乎都变得压抑了几分。 坐在唐三身边的美公子脸色一沉, 就要说什么, 却被唐三握住了手。 唐三目光平和地看着这位刚刚走进来的老者, 这位应该就是海天树王了吧? 不错, 我是, 海天树王一边说着, 已经大步地走向唐三以及众位海巨人王的方向。 唐三道, 让我离开蓝海, 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一边说着, 目光一边投向了中筑王。 中筑王此时的神色有些复杂, 泰西医生, 道海神大人。 对于你的身份, 我并没有什么怀疑。 你所为无尽蓝海做的一切, 我也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正因为我扎根于无尽蓝海, 更是无尽蓝海之中历史最悠久的种族, 所以, 我才更能感受到您带给无尽蓝海的好处。 您为无尽蓝海解决海温, 凝聚气韵, 让所有海族都有了升华的机会, 让无尽蓝海更加的生机勃勃。 这一切, 都值得我们尊重。 但是,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才叹息一声, 道, 但是, 无尽蓝海因为您的到来, 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而这份不一样, 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我足为无尽蓝海的平安凡圣做出了无数年的贡献, 我必须要对族人有所交代。 他们屹立于无尽蓝海的每一个角落, 换为定海神针, 承受着岁月的变迁, 可到头来, 我族却失去了成为海皇的机会, 这恐怕是我们的每一位族人, 都无法承受的。 所以, 我们想要请您离开南海, 只要您发誓, 永远不再踏足海域, 我们可放您离开。 需要雪事, 海天树王补充说道, 唐三默默地聆听着, 直到此刻才说道, 我为海神, 影响到你们什么了呢? 难道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一致的? 都为了无尽蓝海的未来, 点, 如浏览器禁止访问, 请换其他浏览器试试, 如有一场请邮件反馈。 海巨人中柱王摇摇头, 道, 您人不说暗话, 您作为海神, 而且我能感受到您身上散发出的神力特殊性。 那是与那些陆地皇者都不同的, 您是能够聚集信仰之力的, 而按照我们祖先的传承, 作为定海神针, 我们为无尽蓝海做出贡献, 每一根海柱都将吸收所振区域之信仰, 长此以往, 总有一天, 我族会诞生出真正的海神。 就像您现在的能力一样, 当然, 要比您现在更强大得多。 毕竟, 您现在才只有十阶, 看着他, 再看看其他海巨人王, 唐三突然笑了。 如果成为神之那么容易, 你们以为, 为什么邀请大陆上那么多十二阶皇者, 却从未有成功者呢? 海巨人终著王问了一下, 唐三继续说道, 神之之位, 并不是单纯凭借信仰就能诞生的。 信仰之力确实是会带来好处, 但是, 你们的认知是相反的, 应该是先有神, 才有信仰, 而不是有了信仰就能够诞生出神。 想要成神, 需要的是以未面为基础, 诞生出真正能够承载神之的所在, 以让神之诞生, 再反过来吸收信仰之力, 来提升这个承载神之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叫做神界。 而对于法兰星来说, 这里并没有自己所属的神界。 所以, 只要未面没有蜕变出神界来, 就算你们化为定海神针再多年, 数量再庞大, 也不可能有海神诞生的。 否则的话, 你们又何苦连海温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呢? 你们一定想问, 那为什么我能够拥有神之之位? 那么,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的神之之位并不来自于这个位面, 而是来自于另外的位面, 不久的将来, 我是会离开的, 不只是离开海域, 甚至也会离开法兰星, 回到我所继承这神之本来的世界去。 所以, 你们其实并不需要担心我霸占了无尽蓝海。 第809章金光灿烂, 说到这里, 唐三目光再次集中在海巨人终柱王身上, 其实, 那天你在跟我说关于海天数族建立连接岛屿桥梁甚至是平台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有了眼前这一幕。 但我还是来了, 是为了告诉你们, 其实, 你们不需要担心, 最多十年, 甚至更短, 我就将离开法兰星, 带着我的爱人离开这里。 而在这里作为海神的这段时间, 我只想为无尽蓝海做一些事情, 同时, 也为人类做一些事, 让人类能够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仅此而已。 海巨人足为无尽蓝海做出的贡献, 我更不会磨灭。 我们应该彼此更好的配合, 来让无尽蓝海变得更加美好。 而不是去争夺这份掌控大海的权利, 我对大海没有所求, 只有付出。 敬仰是因为神知的自然凝聚, 确实是对我有好处, 但是, 这不是我能切断的。 所以, 我发自内心的希望, 能够与你们彼此合作。 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帮助人类, 包括未来我走之后也是如此。 一位海巨人王晨生道, 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你直接离开, 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最好的。 你解决了海温, 我们感谢你, 但是, 你说你十年之内就会离开, 可是, 你如果没离开呢? 十年的时间, 早已让你这海神的位置根深蒂固, 受到众多海族的膜拜。 到了那时候, 无论你想要怎么做, 我们也阻拦不了了。 唐三眉头微醋, 道, 你非要这么认为, 我也没办法。 你们是不是觉得, 今天是个特别好的机会, 集中你们海巨人五位王者, 再加上海天树王, 就能把我们困在这里, 甚至将我们灭杀或者是拿下。 无尽蓝海还是你们的世界, 众位海巨人王都没有吭声, 而那海天树王却是审生道, 正是如此。 我们也不会杀你, 毕竟, 你为无尽蓝海解决了海温,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我们会封禁你的胸围, 将你留在这里, 不要再影响到蓝海了。 唐三清看一声, 看向海巨人中筑王, 道, 坦白说, 我有些失望。 你们终究还是太短视了, 无尽蓝海整体变好, 作为最强的族群, 你们能够获益的也最大才是。 悠久的历史带给你们无数的沉淀, 却让你们少了往前看的心。 也罢, 既然如此, 多说无意, 你们想要囚禁我们, 那就拿下我们好了。 你们做到了, 自然一切都按你们想象中来。 但你们如果做不到, 那就抱歉了。 一边说着, 唐三拉着美公子的手, 缓缓站起身来。 很明显, 海巨人王们已经无法劝说, 他们已经认准了自己的道理。 他们承认唐三对无尽蓝海是做了贡献的, 但是, 也同样影响到了他们的统治地位, 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 这份矛盾, 就只能依靠实力来调和了。 五位海巨人王, 加上海天树王, 一共六大王者。 其中四位是大妖王级别, 还有两位妖王级别。 这里作为海巨人的宫殿, 自然是他们的地盘。 所有的一切, 似乎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海巨人王叹息一声, 海神大人, 抱歉了, 为了族群, 一边说着, 他缓缓抬起手, 一道蓝光骤然从他手中生腾而起, 下一瞬, 整座大典都发出了低沉的嗡鸣声。 那一根根支撑起宫殿的巨大海柱都变得明亮起来, 能够看到的是, 在这些海柱之上, 有着众多类似于浮雕一般的存在。 这些浮雕记载着的, 就是那根海柱在死亡之前的种种经历。 能够留存在这座大殿之中的海柱, 几乎都是海巨人族曾经出国的王者。 这些王者的强大毋庸置疑, 而这海柱也有点像祖庭的黄天柱那样, 留有一些他们曾经的能量气息。 虽然不能和黄天柱相比, 但也是支撑着大殿的力量。 但随着24根海柱点亮, 整个大殿都已经被一层强烈的蓝光所笼罩, 将外界完全隔绝, 还有着巨大的能量从天而降。 受到这些能量的刺激, 五位海巨人王加上海天树王都市气息暴涨, 实力明显又提升了一截。 海巨人中柱王看着唐三, 声音低沉的道, 海神大人, 您不要抵抗了。 我真的不想伤害到你, 这里受到我祖祖先的庇护, 我们几个加起来, 哪怕是妖精大陆上的黄者来了, 也很难与我们抗衡, 毕竟,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世界。 这座海天大殿本来就是非常强大的神器, 唐三看着他, 淡淡地道, 如果是在妖精大陆上, 确实, 只有时间的我还没办法正面和黄者抗衡。 但是, 这里是无尽蓝海, 你们其实始终都没有弄明白, 一味神知, 在自己的世界是怎样的存在。 我本不想以力压人, 但既然你们非要逼我, 那我们不如打个赌如何。 海巨人中柱王问了一下, 什么赌, 唐三审声道, 如果今日一战, 我们输了。 那不用说, 你们想怎样就怎样, 我甚至可以公开宣称放弃海神之位, 并且也可以发下雪誓, 永不入蓝海。 唯有如此, 你们才能名正言顺地继续成为海洋霸主。 但如果我们赢了, 我也不会为难你们, 毕竟, 你们都是无尽蓝海的定海神针, 对蓝海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之前你所说的方案就必须要实行, 无论你们是用海柱也好, 用海天树也罢。 要为人类连接岛屿, 建立一座海上王国。 海巨人中柱王看向海天树王, 海天树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中柱王, 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答应他就是了, 我们如果真的输了, 难道还能反抗的了吗? 海巨人中柱王点了点头, 审声道, 那好。 海神大人, 请指教, 唐三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扭头看向身边的美公子, 微微一笑, 道, 你不用出手, 让你看看, 在大海之中, 你的老公有多么强大, 你就能安心了。 他们说的没错, 如果是来一位皇者在这里, 受到这海天神殿的压制, 他们也能对抗这皇者, 前提是皇者不是特别强大。 如果是不死大妖皇那样的存在, 恐怕这里也压制不了。 但对我来说, 只要是在无尽蓝海之上, 任何外界皇者我都能抗衡。 至于海族本身, 说到这里, 唐三的双眸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灿烂的金光骤然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海巨人中柱王和海天树王的反应是最快的, 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就释放出了自己的气息, 同时引动海天神殿, 集中力量向唐三镇压而下。 另外四位海巨人王也都是迅速 反应过来加入其中, 六大王者集中力量, 就要镇压唐三。 但是, 当他们那庞大的力量在海天神殿的加持下 与唐三身上绽放出的金光碰撞的刹那, 六大王者的脸色却全都变了。 金光依然灿烂, 六大王者的力量在降临在那金光上时, 不但没能压制, 却像是火上浇油一般, 那金光骤然变得璀璨, 夺目的光彩将整座海天神殿都照耀的星号避现。 第八百一十张神之的力量, 唐三的身形迅速膨胀起来, 金光将美公子笼罩其中, 几乎是转瞬间, 他的身高就达到了百米开外。 灿烂的金色光芒疯狂地吸收着海天神殿内的一切能量, 全都融入到那金色的身躯之中, 强烈的神圣气息另战在主位之前的他, 仿佛已经成为了这座神殿的最高主宰。 唐三的气息在疯狂地提升着, 哪怕他此时连海神三叉戟都没有释放出来, 自身的气息却已经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一种源自于神石之中的恐惧同时出现在六大王者的神石之海内, 令他们都下意识地散开。 一时之间, 无故目瞪口呆, 他们的力量, 海天神殿的力量, 落在唐三身上, 竟然都只能化为养分。 化了八天前, 或许你们还有一丝机会, 但我用了八天时间, 完成了对无尽蓝海的基础祝福, 也相当于是完成了神之与无尽蓝海的融合。 现在, 我就是蓝海, 蓝海也就是我, 你们所有的力量都是从无尽蓝海获得的, 与这里的一切关联。 那么, 就必然是海神的子民。 子民想要是神, 是怎样的罪过呢? 唐三低沉的声音中充满了威严, 更带着一丝质问。 而从他身上释放出的金光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起来。 海巨人中驻王亥然发现, 此时此刻他就已经失去了对于海天神殿的掌控。 整个海天神殿的控制全都落在了唐三手中。 大海之中诞生的神器, 不应该有海神掌控吗? 正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出现过神之, 所以海巨人王们才不明白神之意味着什么。 任何神之, 在自己的领域之中, 针对自己领域内的一切都是绝对至强, 这和修为无关。 唐三是海神, 那么, 他所掌控的海域之内诞生的一切, 都不可能反抗他。 这和外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 海巨人中驻王一开始就没有明白此时的海神唐三意味着什么。 他已经不是杜劫之前那个需要用雷劫才能威胁众位王者的唐三了, 而是真正的神, 对于无尽蓝海来说, 绝对的至高存在。 想要以无尽蓝海中的任何力量对抗他, 那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也是为什么唐三明知道海巨人中驻王可能有些想法, 却还是带着美公子前来的原因, 因为, 在无尽蓝海内, 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够伤害到他啊。 唐三双臂向身体两侧张开, 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光纹骤然光芒大放。 一道金光电射而出, 直接照耀在海巨人中驻王身上。 顿时, 海巨人中驻王如遭雷击, 他根本就没办法反抗, 自身所有的力量此时似乎都成为了限制自己的存在, 根本无法调动分毫。 在其他王者震惊的注视下, 海巨人中驻王的身体迅速缩小, 很快就变成了人类大小。 一道又一道的金光射出, 分别落在了另外五位王者身上, 让他们也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原本唐三在他们面前显得十分渺小, 而现在确实完全换了过来, 变成了他们在唐三面前无比渺小了, 各自的一身修为完全被唐三封禁。 24根海柱表面光芒流转, 一道道流光却都是朝着唐三的方向飞去的, 纷纷融入到唐三的身体之中, 让他身上的金光变得越发璀璨了。 六大王者全部被压制的匍匐在地, 深切地感受着唐三身上那恐怖神性的气息, 无法动弹, 无法言语, 但他们却可以思考。 深深地感受到海神的恐怖, 唐三身后, 一张由金色光芒幻化而成的巨大座椅出现, 唐三就那么在座椅上座了下来, 闭合上了双目。 如果从外界来看, 海巨人族的海天神殿整体都迸发着强烈的金光, 将周围的其他宫殿也全都渲染成了金色。 一层层金色光芸随之向外扩张开来, 祝福着周围的海域。 这是海神的力量, 这个地方距离月牙岛很远, 唐三正好趁着这次机会, 将这边的区域也更好地覆盖, 让更多的海族能够称收到祝福带来的美好。 海巨人中诸王他们最大的错误, 就是对神之不够了解, 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之。 尽管在这个未免之中, 唐三并没有神界作为依托, 但是, 神之之位却是真实存在的。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本位面引动九天时帝大破灭燕神节 也不想让他渡劫成功的原因, 最后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再加上受到了唐三破开大量幸运联子吉与七运的贿赂, 这才勉强通龙他渡劫成功。 所以, 当他成神的那一刻起, 他在这个未免就已经是极其特殊的存在。 在陆地上的时候, 还不算太明显, 毕竟, 那不是海神的领域, 他也还没有重新回归自己神王层次的修为, 但是, 到了大海之上, 尤其是当他已经将自己的神力与无尽蓝海结合之后, 那么, 他就已经成为了海域真正的主宰, 就算是未免之主也不会轻易干涉他的权柄。 唐三在来到无尽蓝海之后, 所做的一切, 都是有深意的。 作为海神, 他眷顾无尽蓝海, 解决海温, 为无尽蓝海凝聚气韵, 这所有的一切本身都是符合未免平衡的, 对未免的正常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自然也会得到未免之主的认可。 他这海神之位自然是根深蒂固, 所以, 海巨人一族想要争夺无尽蓝海的主宰权, 在唐三看来, 和一个笑话也没什么区别。 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之中, 别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和自己对战的能力, 就算有, 以他和美公子现在的修为, 也不惧怕对方。 唐三的海神三叉戟虽然还不是那件真正的超神器, 但在无尽蓝海的范畴内, 也能动用相当强大的力量了, 足以镇压一切。 而大海之中诞生的所有神器, 都是有一丝神性的, 这一丝神性最终还是会被海神所掌控。 这海天大殿确实是一件相当强大的神器, 就算是放在妖精大陆上, 也是最顶级的那种。 但那又有什么用呢? 在唐三面前施展, 就像是在赠送他一件神器罢了。 此时的五大海巨人王以及海天术王, 被压制在地面上, 内心之中完全是骇然的。 他们的感知还在, 他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唐三似乎是在抽离海巨人这不知道生存了多少年的祖地之中积累的能量。 一直以来, 海巨人一族秉承祖训, 一直都在为了未来能够成就大海皇者, 甚至是海神做着准备, 积累庞大, 一直在等待着质变那一天的到来。 曾经, 海巨人一族确实是即将等到了, 眼看着他们就要诞生一位皇者, 一旦有皇者诞生, 那么, 海巨人一族必定能够成为无尽蓝海的共主。 到了那时候, 再聚集更多的信仰之力吸收, 或许就有升华的可能, 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这样的。 但是, 妖精大陆对整个星球气韵的吞噬, 让他海巨人一族成皇的梦想破灭了。 最终也并没有皇者诞生出来, 但无数年积累的力量却一直都在, 尤其是信仰之力。